不不不不 此时县主正和宋大人在一起 小丽说话不便 这样你跟我先回官邑 坐等提刑大人回来 小丽要调分细理的 对提刑大人说说此案之谜 走走走 吴大人 你差人去叫死者的家属 前来认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当时有人说 这个死者和成东的木耳商人 王赐有些相像 卑芝当时就拆牙翼 去换王赐的家属 原来王赐家没有什么亲人 但却有一个比王赐小了十几岁 而且长得如花似玉的老婆 他老婆叫什么玉娘 对 那天卑芝也见了樱桃口丹凤眼 一看就是勾人魂魄的小妖精 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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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女人只要是女人变就罢了 何必天天还要造出这些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 怎么打住了 因为事隔太久 卑芝当时的情景好像记得不大清了 卑芝想起来想起来了 当时玉娘来到现场以后 是这样的 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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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第一指证曹某杀人的是一个姓王的媒婆 对 正是就是这个王媒婆 就是她陪着玉娘一起来到现场来任的诗啊 四郎 四郎 这是谁下的毒手啊 天哪 我只当是句戏言 谁知道 他真敢下毒手啊 王媒婆的话让卑职听得清清楚楚 卑职当时就把王媒婆带回县衙 在堂上一问 王媒婆就说出了此案的真相 他说什么 王媒婆说曹墨这个小子生性风流 在王寺被害的前三日 他曾经找过王媒婆 他因为垂眼玉娘的美色 却让王媒婆给他们说和 吃好了再来啊 做生意喽 好啊 王妈妈 你说半斤联不下皮霜该多好啊 就是 这明里啊 跟母大郎是夫妻 暗地里给西门庆来往 岂不是好啊 是啊 来了 王王妈妈最近生意可好啊 还行说得过去 王妈妈你给我撑几个瓜我该回去了 哎哎呦我说玉娘啊 你家四郎不是进山收获银去了吗 就是回去你还不是一个人呆着 这个 您这儿不是有贵客吗 哎呦他算什么贵客呀 花花公子一个 给这个 王妈妈 您说这话就有勇斯文了 我曹某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儒家学子的 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花花公子呢 那花不花的呀 也要看他那双眼睛望哪儿瞄就知道了 王妈妈 您老啊 向来是跑成人之美的大马差啊 你怎么摆起瓜果店盖行啊 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们 嗯 想娶称心如意的美女 可又都舍不得花钱 我这老婆子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事成之后呢 给的我这点没钱呀 还不够我喝水呢 这不吗 借着这沿街的房子呀 开个瓜果店 多少呢 也能补贴补贴家用嘛 王妈妈 来来来来 王妈妈 您要是给我做成了大美呀 您看我会不会亏待您 好啊 看上哪家闺女了 抱上八字来 我保证把人给你送上花椒 王妈妈 王妈妈 您自您收好 我走了啊 哎哎哎哎 我说孕娘啊 这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 终于买这么多瓜 不就都烂了吗 不会的 他今儿一定回来 走了啊 哎 做生意的人呢 在家要算钱 那出门要看天 那可说不准 王妈妈 我们家四郎啊 今天是去东山收银款 不会耽搁的 哈哈哈 再说今天是我生日 哦 他还说 回来尽管跟我赶说面呢 好怪不得呢 走了啊 哟 我这手劲儿 哪儿啊 玉娘啊 你看这天快要下雨了 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了 这么近的 走了啊 山里的天气 说变就变 谢谢啊 走了啊 玉娘 你慢点啊 来 哎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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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娘 你没事吧 哦 没事 哎呀 哎 哎 来 慢点 谢谢啊 我来吧 我来 我扶你回去 下雨也得干净 好一段风流佳话呀 风流不假 佳话就不必了 大雨扑不灭的烈火 随后就燃起了邪恶的浴火 人哪 吴知县 王寺那天外出 是去收取货银的 对吧 王媒婆说过 但是没有说的那么十分详细 曹末和玉娘在大雨中分手之后 转身又回到了王婆的瓜殿 对吗 对呀 大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得让王媒婆替他做梅呀 对对对 正是正是 曹末和玉娘头一次见面 两个人眉来眼去 就已经让曹末神魂颠倒 欲罢不能了 于是他就回到了王婆瓜殿 让王媒婆给他说梅 可是王媒婆呢 却泼了他一头冷水 王妈妈 我求你了王妈妈 只要你能帮我随得心愿 我曹某人一定大礼后谢呀 哎呀 我还以为你是个多情种子呢 看你这么认真 这倒也难得 可这件事呢 妈妈我帮不了你啊 要怪啊 只怪你命中没那个福分 你要是早两年认识玉娘啊 你们两个人呢 是郎才女貌 天配成的一对 可如今呢 那玉娘已是他人之妻 我总不能让王四儿把老婆让给你吧 什么王四王八 我杀了他 你杀呀 你杀呀 你这个读书人 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 你要是有胆量杀